請繼續收看 創意比賽 盡在運通 紅麥麥麥真簡單 控盤K線 帶你轉 歡迎收看今天控盤高手節目 有越來越多的家族朋友 靠來在歡迎 歡迎什麼 歡迎說為什麼周老師在節目上 給你們介紹的高評 怎麼都這麼認真 2439的美麗 大家去看 亮燈漲停 4947的昂寶 長創新高了 今天休息一下 讓我喘一下 這是昂寶 包括季情跟大家介紹過1589的榮冠 長跌停 今天又漲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麼樣 榮啦 還有這支3454的什麼 做IPCAM的什麼 經營下去 買冠頭油漲停板 頭油漲停板 包括這支34531的長天 還是非常的強勁喔 還有1560的中砂 這都是我們季情 這不想持續跟大家怎麼樣 做追蹤的股票 我們在節目上跟大家提的股票 不是說推薦你一定要去買 我只是要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這些股票這麼認強 你想要買它 這都沒關係 但是你要知道那個切入的點 要怎麼切啊 因為股票你蓋這麼多啊 你還要切下去 問題是那個店 你不知道那個店怎麼切下去 我說真的 你很容易買來做就買來高點 買來高點稍微壓回整理 搞不好你昨天紅包你買到230的 哇 開到今天壓回到220 你嚇一跳 再給它賭掉叫名字 再去挖 再給它洗它 這種事情常常很多會遇到 所以如何避免怎麼樣 這種事情不斷的去發生 當然啦 我們說過了嘛 我們最近不斷在推這個 親身體驗的活動啦 那至於這個體驗的活動的內容 很簡單啦 就是要來鎮定一下 讓你看一下 讓你看看說 周老師在節目上講的這些股票 是不是 就是像指標印證的 這麼的威 這麼的猛 我知道很多時候朋友都在看節目買明白啦 看新聞你會買股票 這種事情我講過了 不是不好 有時候真的會買到不錯的股票 但是就是那個點在哪裡 如果買到不錯的會漲那還好喔 你如果買就漲下去了 就像這個8.299的群聯 這支股票不斷在節目上給你們提醒 我說早破完破 遲早要破 你看今天果然 怎麼樣 直接破底 而且爆量喔 爆量還帶下影線 也許你會解讀啦 老師這個叫什麼 底部有人在吃貨 在落底再接啦 我跟你講那你買不完了 你看你這邊每次破下來不是都出量嗎 這裡也是啊破下來都是出量 難道說每一次破下來出量 你就覺得都是一個絕好的買點嗎 不是這樣子去看待的 我說過了 唱一支停板在賣賣賣啦 唱一支 唱到兩支 多數是減掉啦 把你指定後來補回來 有在的就是三支四支五支 斬停板 甚至於賺一倍 這樣子才能夠怎麼樣 真正賺得到大型 也可以把以前做錯的部分怎麼樣 補回來 所以投資朋友 這就是為什麼要讓你們體驗的關係 了解不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美律 是不是為什麼這些股票 在節目上跟大家分析過的股票 好 每次都這樣翻譯過 這絕對有原因耶 我說過 每一檔標股的背後 它一定都是有什麼 有故事的嘛 今天絕對不是說 他今天說他要標就標 世界上的這種事情 對不對 可能說我們劃也去下去 這絕對有原因嘛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好 10月8號的新聞 來 拉清一下 10月8號那一天 外資稱讚美律 今年明年持續的看望 持續的看望 那當然這個詳細的內容 我就不再去贅述了 你們自己去做網站 去搜尋去看 你如果剛才要報索 看這篇新聞 你也拿來先研究一下 10月8號那一天 外資他說美律很讚 很奇怪喔 他講10月8號的時候 其實美律已經怎麼樣 大漲一段了 我們來看一下 美律10月8號的位置點 大概在哪裡 好不好 我們來看這個10月8號 10月8號 好 102年10月8號 我們看到美律 他放這個新聞的時候 剛好美律在盤整 在進行盤整 其實已經大漲一段了 所以說 對著這種情形 你不敢買美律 我認為都是合理的 聽清楚喔 他在這邊放一個 在這個半箱腰的位置點 放一個新聞 放一個利多 說外資他看好 你不敢買 我認為都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因為為什麼 老師我這麼沒買 這麼沒買 我為什麼要去追這個高點 非常的合理 非常的合理 好 問題來了 10月8號那天的美律 肚子說好耶 為什麼股票 股價沒有反應 為什麼 為什麼股價沒有反應 難道說不能買嗎 難道說不能買嗎 可是今天周老師的指標告訴我們說 可是好像不是這樣耶 你看 我們的指標在4月30號 51塊半翻紅 哇一路紅通通 就算到10月份這邊 這裡也是紅的 可是周老師的指標說可以買耶 可是 為什麼他放這個利多反而沒反應呢 哇老師我不會要做啦 對不對 我當然是買了 不會買 會不會馬來的掉下來 這個疑慮是正確的 這個疑慮是正確的 所以投資朋友 當你有這樣子的疑慮 無法去化解的時候 我給各位一個建議 首先 確定一下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就是我每天節目上在講的 既然 他的趨勢是在多方 紅色的對不對 不是綠色的喔 不是穿的是綠色的喔 既然確定 他的趨勢是在多方 欸 腦筋動得快的投資朋友 就知道我要講什麼了 周期稍給他買一下 來看看 到底他10月8號 哪裡跟你說 他持續看望這個美率 到底可不可以買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 喔 來看一下日期好不好 來我們先確定一下日期 102年的10月9號有沒有看到 81塊2 翻紅啦 就是這裡 就是這個點 就是這個點 這是10月9號那一天 欸 欸 阿豬阿公持續看望 那天是擠貴了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來 看一下 10月8號耶 喔 老師 怎麼這麼神奇 阿豬阿公他看好的隔天 10月9號那一天 指標就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什麼 你可以買美率的 你看 順勢的市 按錶操客 恭喜 最起碼賺三聲 最少啦 看你買在哪個點嘛 看你買在哪個點 那如果你報到今天為止跟他抗爭到底 我恭喜你 最起碼四聲 是不是很簡單 對不對 講個難聽一點 周老師也是在看新聞買股票 對不對 我也是在看新聞買股票 我也是在看別的老師在報什麼股票 買股票啊 問題是 問可以黑白吃 股票不可以黑白買 對不對 我怎麼會知道 他說這支股票 是真的還是假 是真的去還是真的去假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看 我可以從美率的身上 可以學習到一點 學習到底什麼一點 不管今天外資 對他放出什麼樣的利多 不管法人對他有多大的期許 不管你看那麼多目標價調到哪裡 首先 先確認一下 我們的指標 他是紅色的 還是綠色的 如果他今天是綠色的 就像這個什麼 就像全年這樣 老師沒有 如果像全年這樣子的話 是綠色的 我跟你說 有再多的利多 千萬都不肯買喔 這樣有了解嗎 真的是這樣嗎 沒辦法漂亮來看嘛 好不好來來來 導師朋友來 來 7月30號那一天 群聯基優啊 上半年賺一個股本 喔 探比美率那麼多耶 一個股本耶 奇怪 探一個股本 難道說股票就真的能買嗎 我們來看一下 8299的群聯 7月30號那一天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看是不是好日子 來來看一下 我稍微調一下 7月30號 來 這邊 你看喔 7月30號 新聞告訴你 剛好公布財報 他告訴你 我現在上半年賺一個股本 但是他放這個消息的時候 六塊錢 哇這個群聯 其實已經有個大頭在這裡了 可是很多投資朋友 他一定會這樣子講 說老師 我怎麼知道這是頭部啊 也是等他跌下來才知道嘛 對不對 可是當他在高檔的時候 在震盪整理的時候 有人會解讀說 當他這個區間相形整理完之後 會準備再攻 所以有的老師 都會很習慣 畫一個紅箭頭往上 就是這樣 往上 這樣了解吧 可是你要知道喔 那個是一般素食 一般熟識的看法嘛 並不是每一集的家族朋友 都有辦法用這樣子的功力 去圓判形態嘛 所以這個時候 我還是那個方法 快點 來看一下我們的指標 喔 外資法人 他們說會群聯 不是外資法人 就是他已經確定賺一個股本了 可是好像股價沒什麼反應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到底他趨勢是在多 還是在空呢 不然這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我看一下當初的群聯 看一下 他7月30號那個時候 群聯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他財報公布出來之後 怎麼都不歡迎 來看一下 8月30號的群聯 我來看一下喔 來 原來原因在這裡啦 有沒有看到 原來他在7月29號那一天 220塊就翻率了啦 所以他在7月30號 隔天那邊放利多的時候 怪不歡迎啦 有沒有看到 原來指標早在7月29號怎麼樣 就提前告訴你 嘿嘿嘿 翻率囉 再大的利多都不能買喔 果然你看 隔天他告訴你 有利多就算稍微收紅你看 仍然逃脫不了 頭部成形怎麼樣 回檔重挫的命運 這就是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講 對不對 飯可以購買吃 5票 絕對不能購買 買買 我們要先確定一件事 因為你要買5票嘛 既然要買 就要買趨勢再多了 那如果說你要空 那當然這樣就空趨勢再空了 在綠色的股票 所以說以群聯跟美律這兩支來做比較 為什麼我很喜歡用這種方式來比較給大家聽 就是說 今天很多的投資朋友 他到現在到此時此刻 搞不好已經剛去便利商店買了一份晚報回來 或者是買什麼 買今天的報紙回來看 看一個報紙今天報什麼報告票 那當然很多投資朋友看今天大盤反彈喔 今天大盤上升了18點 多好的數字 加個1更完美啦 抱歉沒辦法 沒辦法 只能68 沒有辦法168 如果168 那今天至少也可以看到900億 對不對 那偏偏沒有 沒有沒關係啊 那這個數字也不錯那68 那到底明天會不會發 明天等著拭目以待嘛 所以今天一年很多投資 比如阿波開始坐在電視上 快點 看看有什麼面白看 看看有什麼老師給行情看 開始做預測 開始做預判 這是每個人都會幹的事情 可是當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然後投資朋友去思考一個問題 你怎麼知道他跟你講的股票一定可以買 你怎麼知道今天跟你報的股票 他一定會飆 搞不好是往下飆喔 你看我們昨天才跟大家提醒的這個月峰 你看喔 往下飆喔 欸 房子可以賣不吃 你如果買這些股票往下飆就好 你看 這個我昨天才跟大家提醒的股票呢 瞬間可以知道說今天 既然你沒有辦法 改變這個牌習慣 也沒關係 如果你非得要買股票沒關係 稍微卡通的來公司看你的股票 到底是紅色和綠色 這樣也好 你要買都拿不買都拿 沒關係 這都是其次 比如說你今天看到某某股 不知道會買不買 沒關係 聽說主老師可以讓你看 沒關係 沒在看 你就看看這支股票到底是怎樣 會買也不會買 萬一像月豐 像全年這樣子 你壓下去 問題就大條了 你知道嗎 我不希望再聽到有人每次打來說 老師你剛剛要再聽你的話 要承紅幾塊就斬掉 靈藥幾塊就斬掉 我要問老師朋友 這些都過去的事情 你現在去賣賣賣賣賣 很多事情在節目上我提醒你 當下你們絕對是聽不進去的 很多家人的朋友都是事情發生了 才會知道我們自己的建議 是多麼的用心良苦 既然你如果聽不下去沒關係 用看的 用聽不一定聽下去就不會用看的 不管你對解老師 不管你要跟哪個老師買股票都沒有關係 不管你今天看報紙 看到哪一支股票 在爆 頭條什麼都沒有關係 在出手之前 我勸你 先卡電話說 可以讓我稍微看一下嗎 你如果不方便要看 沒有辦法印出來給你 傳真也沒關係 看你要對一支股票印出來 傳真給你 最近我今天也是傳了好幾張股票出去 因為他沒有辦法看電腦 沒有辦法遠端 沒關係 沒有傳真給你看 讓你知道 你現在這支股票還在多頭 還是在空頭 那如果像美律這樣子 再多頭 那當然讚啊 萬一買到像圈人在空頭 像孕婦在空頭 那我只能告訴你 你要報到 了解嗎 告訴我朋友 那最近也有很多同志朋友在問 老師 外面你不能拿 都是軟體就給你 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服務 聽說 跟你不能拿上界的簡訊有 有啦 我們有送 那到底這個簡訊 送了這個簡訊 到底重不重要 關鍵就是說 真的對你買軟體 輔助這樣會有幫助嗎 我等一下會印證一檔股票來讓你知道 有軟體再配合簡訊 投資朋友你會發現到 做股票賺錢 就是這麼簡單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你的早餐不要忘記喔 現在有了今天的補助 每個月都有三千個媽咪 像她一樣佔別職場 體驗全職媽媽的喜悅 在老委會的就業安全保障之下 有九成母親重新返回職場 喂 小池姐 歡迎下星期回來上班喔 換你囉 新資補貼好制度 工作家庭都堅固 跟媽咪說掰掰 記得嗎 11月1號領先市場提前預告 大盤進入高風險區 小心股票沒跑掉即被洗掉 現在要再告訴你 單邊大行情已經啟動 全配銀賺計劃賺大錢就是現在 02-2392-9668 2392-9668 華信投股 做股票不用緊張 輕鬆就能賺 市場唯一盤中三重保固的操盤軟體 盤中親自接聽諮詢 盤中即時戰報 盤中強弱股提醒簡訊 輕鬆上手的軟體 立即來驗體驗 02-2392-9668 02-2392-9668 華信投股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引領您投資市場 反敗為勝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就是華信的事 華信投股 02-2392-9668 2392-9668 頭痛 請用五分鐘 Knowing The People Team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是岳塊 尋覓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ier 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白有 好 再一次提醒你 如果你現在已經下定決心 從此時此刻開始 要開始看老師 抱著股票去買的話 要記得 先打電話來看看 你要買那支股票 到底是什麼 是在多頭的 還是在空頭的 要記得喔 如果是多頭 當然 你就買吧 那如果是在空頭 我只能奉勸你投資朋友 稍微摺一下 稍微摺一下 因為這很重要 萬一做錯的話 我告訴你 那個下場可是不得了 萬一又像那個 像月豐啊 圈田中股票 你看大盤在漲 結果他們在破底 我們那種股票真的是很難解 金牌蓋 好 那剛剛有提醒到大家 我說 最近有很多投資朋友在問 在問說老師 我知道 買軟體本來交就是應該的啦 那當然有的老師是說 丟兩張光碟給你自己看 有的是給你一本手冊自己讀 有的就是由業務交 助理交 然後你就會發現他說 不管是看光碟 看手冊還是助理交 我跟你講投資朋友 絕對沒有由我周老師親自指導 這樣子的服務來得更直接啦 看光碟 那我這麼講好了 通常那都是一種什麼敷衍的啦 可能你問我說老師你怎麼沒有光碟 我說台面瞬息萬變耶 對不對 你以為我在以前錄的光碟 現在再放給你看 那個會有用嗎 對不對 他以前介紹的股票到現在介紹的股票 企業的股票都不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說以前很 所以說因為時代的變遷 所以我覺得說用同一個劇本 去應付現在的盤勢 其實是不切實際的啦 因為每一個世代每個時間 流行的股票都不一樣 所以如果 還在用過去那種舊的方式 構定一個教材一個範本 你看 我跟你講 你根本沒辦法去做現在最強的股票 你看去年 不管是生計 或者是最近大漲的什麼 那個3D列印 以前都沒有這種股票在飆啊 可是你可能還在看五六年前 那個時候可能比如說 IC設計在大漲的那些範本 根本不切實際嘛 所以最快的方法就是什麼 當你今天看到什麼股票你想買 當你今天覺得有什麼題材 你覺得可以認同的時候 什麼都不要想 趕快來問我 我會直接 最快的速度跟你分析 到底你今天看中的股票 是不是真的適合 也許搞不好你買到地雷股 我們稍微閃一下 搞不好你買到還在整理的股票 在修正的股票 那暫時不要買 這就是為什麼我堅持 一定要我親自指導的原因啊 說真的我這樣指導我也累了 問題是我覺得 聽到會員他們有賺到錢 我心情會比較愉快啦 沒這樣自己去黑白做自己去剪 看來三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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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都不是一個最好的做法 這就是我很堅持的地方 要記得 我沒有光碟啦 我沒有什麼教學光碟 我也沒有什麼操作手冊 沒有啦 有喜歡的問題問我最快 講那麼多都假講了 了解嗎 再來 這也是很多投資朋友最近打來問的 簡訊的部分 那當然啦 簡訊的部分也許別的老師有啦 但是我發現到一個問題 很多老師他們送的簡訊 好像跟指標一點關係都沒有 還有可能這個老師在節目上講的那個股票 跟指標鬥不起來 這種事情我也遇過很多 因為很多投資朋友跟我反映說奇怪 明明我們一個老師 明明這支股票是冰紅的 結果他叫我去賣掉 再做空 那當然我也不要講這是誰啦 反正自己你們心裡有數啦 反正就是說明明指標是在空的 他會帶你買 明明指標是在紅的 他反而叫你空 很奇怪 完全沒有照指標做 那當然我告訴你 時間的就錢 你不能萬別人 因為他本來就在亂做 那我呢 我會不會幹這種事情呢 來 我印證一檔股票讓你知道 什麼叫做順勢操作 什麼叫按表操課 來 10月21號 IBCAM很熱嘛 IBCAM就是什麼監視器 那這是10月21號那天的新聞 那這邊也公佈了講 他那邊講說你看喔 這個每股獲利王的精銳 睡前有一股賺一股的實力 意思就是說 又是賺那個股本 這樣知道嗎 一股賺一股嘛 一股賺一股 又是一個好股票 好 那這是10月21號那天的新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10月21號那天的精銳 我們來看一下10月21號 哇 其實他已經漲了一段了 一樣的情形 就跟他跟美律一樣 老師我這麼沒買到 這麼沒買到 這麼沒買到 我怎麼可能去追待10月份的高點 對 這個問題講得非常的好 好 那10月21號他放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平常心講啦 來 我們來看一下21號在這裡 好 剛好在最高點 這誰買的 換這個是我也買的 別說你了 了解嗎 所以這就是我要跟大家講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今天不是說 我們做股票 盡量不要說等到他怎麼樣 一個利多出來 你再去買 當然啦 你那天去買 經過一段時間的整理之後 今天創新的你也是賺 但是如果今天 有辦法更早提醒你 他可以買的話不是更好嗎 我們來看一下 幫我拉近一點 10月15號有沒有看到 安控大廠精銳 建議152 153可以佈局一層 有看到沒有 精銳 10月15號 這是10月15號那一天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10月15號 10月15號買在這裡 經過整理完之後買在這個點 雖然有點遺憾沒有買在最低點 可是我覺得我買在15號那天也不錯 有看到10月15號 那為什麼我知道那天可以買 為什麼我知道 首先我要先確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日線是紅的還是綠的對不對 如果是紅的我順勢做 沒有人會罵我 這本來就是正確的嘛 好吧 如果確定它是紅色的順勢做 那我問你 那10月份到底要怎麼簽呢 很簡單 有沒有看到 幫我拉近一點 這邊有日期 10月14 149.5 怎麼樣 進場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個報酬我並沒有更新 早就超過17%了 有看到 10月14不是這裡嗎 所以我在10月15號那一天 怎麼樣 帶我會員買 沒有錯啊 我是照指標做 看到沒有 這才照照指標做 所以你看投資朋友 我也知道很多老師有在帶 也有在帶簡訊 可是我聽到很多人跟我反應說 根本都沒有照指標做 那沒有照指標做 那我說真的啦 那萬一指標準的時候 那我問你 那 這樣子不就有點自我矛盾 所以說你看像我今天 我在帶會員 我也不會帶你去買那個 現在趨勢在空頭的股票 也許沒有辦法買在最低點 但是沒關係 至少等他趨勢確定翻紅 準備要漲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點切下去 才是最完美的 所以導指朋友 這就是我們強調的三重保固 那至於戰報的部分 隨便舉個例 我看有沒有帶 因為時間有限了 沒有帶到 沒關係 戰報的部分我沒有帶到 反正簡單的講 只要我們今天 有選到不錯的股票 除了給你魚吃之外 還給你釣竿 那這個戰報的用意就是說 讓你很清楚的知道說 今天為什麼要選這支股票 就像有的股票 為什麼我比較看空 因為指標它在空方嘛 那有的指標為什麼我們要看多 因為它在多方嘛 就是很簡單的造理 你不 投資朋友你不覺得說 這個股票市場永遠就是怎麼樣 只有做漲跟做跌嗎 對不對 那既然永遠只有漲跟跌 那當然就是怎麼樣 要順勢操作 都是具有趨勢再多的股票 要空 要賣 就是等到趨勢翻率 都去把它賣掉 所以導指朋友 要記得幫你拿錢 如果你現在已經決定好 要去看別的老師買股票 要記得 出手之前 先卡電話來印證一下 你也沒辦法遠端的 沒電腦的 沒關係 有傳承機 我們就把你要看的那支股票 怎麼樣 印出來給你看 傳承給你看 那你做個印證也可以 有任何需要 有任何問題 都非常歡迎怎麼樣來探訊 節目最後 預知事務投資網 插入樹立我們明天見 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臺北灣江南大宅 2805-9898 記得嗎 11月1號領先市場提前預告 大盤進入高風險區 小心股票沒跑掉即被洗掉 現在要再告訴你 單邊大行情已經啟動 全配銀賺計畫賺大錢就是現在 02-2392-9668 2392-9668 華信投股 你還在被口訣 你還在盯著電腦嗎 若武樂 新軟體時代 讓你有更輕鬆的軟體選擇 走到哪 軟體就能賺到哪 相信你親眼看到的 立即來電體驗 02-2392-9668 02-2392-9668 華信投股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心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 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陳慶專業負責 引領您投資